把那个刚刚的程式把它变成VBA的话 基本上我的习惯一下 一 我会把这个 不过刚刚 如果你有break 好像他就不会执行这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 我更正一下 应该不能有break 有break反而会有错误 OK 因为break掉了 他就不会去执行下一行 OK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模仿这个逻辑 变成VBA的话 第一个我习惯 会先把这个程式贴到这边 所以第一个我先 一个模组 然后一个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就输入叫 直出判断按确定 他会自动帮我跑一个头跟尾 sub and sub 那我就把刚刚的程式贴到这边 也不会你 马上错 为什么因为他看不懂 那怎么办呢 我的习惯是 因为他只是要参考用的 所以呢 我的习惯会先 在上方 找到一个叫 使程式变为注解的东西 把它全部变注解 这个有点像是 Python里面 Ctrl加斜线 全部变注解 因为呢 在VBA里面 没有Ctrl加斜线 但是他有个功能 就叫做 使程式变为注解 你如果恢复的话 使程式变为 恢复了 OK 炫去 但是特别注意 这个工具列 他本来是不出现的 你如果要让他出现 请你注意在工具列上 按右键 会有个编辑工具列 编辑工具列里面 才有这个功能 这个隐藏功能 很多人不知道 不过这是 很好用的功能 不然的话 以前 你如果不会这个功能 就是必须怎么样 每一个 每一行前面 请自行输入单一号也可以 但是这么多行 你当然就浪费一点时间 这个功能有的话 当然就直接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 就是假设 我前面讲过 我如果要 这个我干脆把它按 Tab好了 这样感觉会比较 有一个阶层 然后第一行 就是直接拿这个来改 那当然我习惯 慢慢逻辑一模一样 我就直接拿来改 那差别部分的话 只是说 这边input 把它改input box input的话 因为在VBA里面 它没有input 它有input box 那一样就输入到prong 那不用转型 我刚刚讲过 因为VBA非常有人情味 自己帮你转 OK 你要转 也可以 就是说 你要转 你就加CINT 刮虎 它会帮你转 你不加也没关系 再来的话 就写一个for回圈 所以这边的话 是forI 等于什么 就是第二 到什么呢 到那个prong 减一 特别是prong减一 你不要 因为range 一定会多 它是结束的后一个 这边的话 就是把它减一 然后NAS 再来的话 逻辑判断 if什么呢 if这个prong 它如果怎么样 person 特别只有 在VBA不是person 它叫什么 它叫Mode Mode OK 所以要再来记一下 这个东西 因为没有讲 你要查一下 或者Google一下 应该有吧 Google VBA里面 求余数 它应该会告诉你 然后我是直接告 Mode如果等于 特别说 这没事 你不要打两个等于 VBA只有一个等于 因为有时候都会忘记 两边的差异 后面不用冒号 就这样 Enter两下 Mode Mode I Mode I 等于0 OK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Enter两下 打一个 and 那因为VBA 它比较罗嗦 需要一个结束 if 那做什么呢 就是不是直数 然后跳离这个程式 那我们不用 那个printer 我们直接用什么 Magic Box 用这个 MSG BOX取代 然后里面的话 一样 输出刮弧 里面的一个字串 不是直数 那一样的部分的话 就是 我们要让它 跳 如果已经不是了 就不用跑了 所以怎么样 跳离程式 刚刚是 OS点 It is 那这边的话 记得 VBA不用import 直接It is 什么 It is sub 这样就OK了 It is sub 就是直接跳离 这个副程式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它这个跑过 都没有整除的话 那一样怎么 把它Match Box 跟它讲说 这个地方是直数 因为里面都没办法整除 所以最后的话 是直数 好 程式写完了 OK 我大概比较一下 所以未来 当然不会每一题都比较 不过 可能你们就自己要花一点时间 回去如果说 Python程式写完 你也可以把它转成 那个VBA 都可以很顺畅 那恭喜你 两边就会 没有 好 没有任何的障碍 哇 那太棒了 现在 可能最好是需要 那种跨程式的人才 也就是你不管哪一种语言 你马上都可以很快上手 我的习惯就这样 这不会的 我就把它学 我怎么学 我不是从头学 我都看那个东西跟我现在会的东西有什么差别 我就学不一样的地方就好了 所以我有时候好像这种拍手 我刚才只接触 我就直接看哪里不一样 看一看 我大概花 印象中好像大概没有 没有多久 就可以写得很流畅了 OK 所以大概的学习 是这样 然后执行看看 结果 比如说出入一个53 Enter 是直数 没错 OK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执行 假设12 那应该不是直数 会不会跳四直数呢 不会 因为它已经什么 这个sub了 OK 如果未来呢 在VBA里面又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你也可以直接把V 以Sale当成输入界面 也就是说输入是B1 输出是B2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input box 把这个地方直接 input直接改成用什么 用range 直接跟他讲说 我的东西直接就是在那个什么呢 储存格里面 那我直接跟他讲说 在哪一个位置的置串 请你帮我把这个东西 丢到prong变数里面 我就梳理个值 那输出的话呢 就是不是matchbox 而是直接怎么样 把它改成 跟这样 应该来一个是B1 然后这边应该是B2 B2的话呢 就是直接把这个结果 把它取代掉 这边后面的话就加个等号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后面东西 丢到前面 这边的话一样 把这个matchbox 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range的B2 等于是值数 不用刮虎 OK 那一样 所以我把这边输入一下 不过最好旁边再加一个按钮 13 最好是旁边再加一个 插入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写的这个值数判断 按下它之后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说 结果可以把它输出到 这个储存格 是值数 OK 那改一下 65 是不是值数 Enter 不过宽度可能不 不看 再按一下 不是值数 有没有 OK 应该可以懂 不过我发现 比起来的话 其实UI部分 当然呢 VBA应该是胜出蛮多的 OK 那外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第一次